透過書法比賽 也希望能夠弘揚傳統文化精神 從書法比賽裡 為了弘揚中華文化 導引社會大眾 透過書法之研究和創作與欣賞 體認書法藝術文化之美 增進人文素養 從而落實心靈改革 我爸爸覺得寫書法很好 可以培養自己的耐性 然後 也會讓自己有一些專長 以後也可以運用 學五年 然後中間也是會 因為要一直練一支練就覺得很煩 但是最後還是把它寫好 這場的比賽 非常的龐大 那參賽的選手 相當的踴躍 然後在他們書寫的 這個書體來講 楷書占大落書 那麼這個楷書的部分 袁正清的 歐陽旬的 柳公泉的 乃至於儲稅糧的 還有衛碑 還有甚至有人寫這個 受精體 可以說這個內容相當豐富 那由他們比賽的作品裡面來說 表示雖然我們學校沒有在推廣書法 但是這個書法在民間同樣的 它還是蓬勃的在發展 那我們在評審的時候應該是比較容易 為什麼 因為好的跟壞的那種差別 一看就出來了 所以三個評審來講 在評的話相當容易 那當然書法是一種很好的藝術 得獎跟不得獎也不要太在意 因為人生很長遠 你必須要透過書法不斷的練習 讓你的人生的閱歷越來越豐富 這就是我們學書法的最主要的意義 那麼這個書法是我們中國的藝術 它來自於甲骨文 那我們這個黃種人呢 講的是一個根 我們的根是什麼根呢 就是書法 為什麼 因為共同的文字就是書法 所以你看我們中國人 那麼龐大的地方 有講客家化的 閩南化的 北京化的 只要透過文字 它就很容易 很容易相處在一起 就是這個是根的力量 所以我們想說書法的推動 就是向下扎根 我想那這個慈恩寺呢 辦這個活動相當的好 希望他每一年 都來辦理這個樣的活動 從開始舉辦全國性的書法比賽 設置獎金 以其透過激烈的競賽 看到更多書法愛好者 社會上學習書法的風氣 積極向上 十幾年來在屏東 散盡社會責任 持續推廣 書法教育相關活動 為的是傳承中華文化貢獻力量 十方新聞網友天文 許建益 屏東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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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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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